你好 欢迎收看行家论股 我是杜真林 CP工业产品获得大马机场 私人有限公司的合约 负责提供交付测试 与全面维护17辆机场消防车 总值7624万令吉 这是该公司专用车辆业务 两年来的第一项合约 丰隆投行研究认为 这项合约无法有效的缓冲 近期收购生物柴油厂后 拖累盈利的潜在冲击 丰隆投行估计该合约 对未来四年近利的提振并不显著 增幅效于2% 因此维持现有的财政预测 该合约分为供应与服务两个配套 包括消防车的提供交付和测试 并且需要提供24个月有效保证期 预料2023年3月完成 而服务配套则是提供全面维护服务 预料在2038年3月结束 需要提供15年有效保证期 此外风龙投行认为 自从去年换政府后 该业务仍然处于合约空窗期 因此维持守住评级 保持1令吉目标价 MyNews控股截至4月底财年第二季 近利按年上扬16.43% 也就是每股1.17仙 并宣布派发每股1仙股息 分店数量增加 加上现有分店销售增长带动下 当季营业额按年上涨57.97% 第二季税前盈利赚幅 按季下滑至7.8% 联昌国际投行研究认为 是开业营运开销 高于经济规模节省的成本 不过上半财年核心净利 则按年增长23.2% 符合联昌国际投行 与市场全年预测的50% 行家相信 新分店开张 加上利润比较高的销售组合 能够带动赚幅增长 这是该公司未来盈利增长的动力 同时 该公司也计划在大部分的分店 增加新鲜食品的销售 联昌国际投行推测 食品加工设备在本财年第三季启动 并在2020上半财年全面投入生产 估计新设备能够未超过400家分店 提供新鲜食品 因此 行家给出增持评级 目标价是1令吉57鲜 主板建筑股的美德在野 Mitraja Holdings Berhad 获得伊达曼布城私人有限公司 将近9000万令吉合约 为布城酒店进行翻新工程 这是美德在野本财政年获得的第一个合约 肯纳格投行研究认为 该合约在本财年310新合约的预测范围内 因此保持今年的和明年财年的财测不变 假设税前赚幅达8% 那么该项目估计能够贡献约540万令吉净利 配合新合约 该公司未完成订单高达11令吉 而产业发展业务未入涨销售为1亿1000万令吉 预料可以贡献一年的可观盈利 此外 该公司也积极参与本地市场项目的竞标活动 但是 肯纳格认为本地工程流出速度慢 而大型项目最快也需要等到年尾才会启动 行家维持低于大市平级 保持20线目标价 相等于下财年本益比8倍 相等于下财年本益比8倍 相当于下财年本预語 那四場 ,意识不低估农 脏 全部 写